WTT德国之现赛南丹比赛进行了1%决赛和1%决赛两轮争夺 作为二号种子的德国小球老将菲鲁斯意外出局 面对法国小将阿佐库一至四五元八强 成都市平赛南团亚军的德国小将斯达姆珀 则是1比4输给了非洲冠军奥马尔·阿萨尔 同样直步16强 世界冠军奥加洛夫连续两轮打出4比2 先后淘汰了队伍孟凡博和西班牙的罗伯勒斯 闯进了半决赛 德国的菲鲁斯在去年挑战赛上打进过南丹的决赛 尽管成为德国男队的主力可能性不大 但是作为萧球打法的选手 在国际平台南线上仍是威力十足的对手 八分之一决赛对阵法国的资格赛选手阿佐库 名不见精传的法国选手打萧球的攻击比较扎实 意外打出了4比0的比分淘汰了本战二号种子菲鲁斯 非常强势挺进了南丹的八强 德国的17岁小将斯达姆珀 作为三号南丹代表德国队出战成都南团世锦赛 表现不错值得期待 16进8的轮次遇到了埃及的非洲团体冠军主力奥马尔阿萨尔 经验丰富的奥马尔4比1淘汰了士兵赛的南团亚军斯达姆珀 后者的成绩虽然亮眼 但是南丹赛场还需要继续磨练 晋级8强的包括西班牙的罗布勒斯 4比3险胜英国的金克护尔 希腊的吉奥尼斯4比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的克苏尔 葡萄牙的老将阿波罗尼亚4比0 击败了埃及的赫里德阿萨尔 德国世界冠军奥卡洛夫4比2击败了 今年士兵赛亚军的成员孟凡波 奥尔特4比1战胜沃尔瑟 赢得德国内战的胜利 德国主力度达4比0大胜中华台北的廖振廷 4分之1决赛 德国的奥卡洛夫迎战西班牙的罗布勒斯 前者是2017年世界杯的男单冠军 也是多届士兵赛和奥运会男团的奖牌获得者 后者唯一的荣誉就是2019年士兵赛男双亚军 双方在单打世界排名和过往成绩都有巨大差距 奥特洛夫尽管在之前4-3晚就三赛点击败了吾尔苏 但本场比赛遇到困难没有重蹈不折 以4比2淘汰了罗布勒斯 埃及的奥马尔阿萨尔是非洲锦标赛的男团冠军主力 也是埃及的一颗 本场比赛面对希腊的销球手吉奥尼斯 意外全场被动 以0比4不敌吉奥尼斯无缘难单半决赛 德国的主力杜达和葡萄牙的阿波罗尼亚 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最终还是当打之年的杜达四指一笑到了最后 德国的奥尔特3比4输给了阿祖库 法国的阿祖库连续两轮淘汰了 菲鲁斯和奥尔特两位德国选手 半决赛再与第三位德国选手杜达 另外一场半决赛是头号种子 奥加罗夫对阵希腊42岁老将吉奥尼斯